大家好,我是刘毅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初对某个情况的第一印象会持续影响我们? 即使新的信息表明我们应该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来到行为经济学的迷人世界 这种现象被称为锚定效应 最初由丹尼尔·卡尼曼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识别 它是一种认知偏见 描述了我们倾向于严重依赖遇到的第一条信息 在一个相关实验中 参与者观察一个旋转的转盘 随机停在0到100之间的一个数字 随后他们被要求估计联合国有多少成员国位于非洲 那些看到较高数字的参与者猜测的百分比较高 而那些看到较低数字的参与者猜测的百分比较低 这个数字成为了他们的锚 显著影响了他们的估计 让我们深入了解其实际意义 在消费者行为中 锚定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后续价格看起来更具吸引力 即使它们并不特别低 该效应在谈判中也起着关键作用 第一个报价往往为接下来的谈判定调 无论是在薪资谈判还是商业交易中 第一个提供报价的人可以建立一个参考标准 影响最终结果 在法律和政策领域 锚定作为一个参考标准 影响最终的判决 在投资中 投资者经常使用股票的原始购买价格 作为评估其表现的锚 如果股价下跌 他们可能会因为一链最初更高的购买价格 而拒绝出售 导致非理性行为 了解和认识到这种认知偏见 可以帮助我们努力做出更理性的决策 不受我们遇到的第一条信息的影响 毕竟在一个信息充斥的世界里 审慎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你不认为吗